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间推广 细节推敲 一顿平常的角色 较然激开一气 最后一顿角色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在北方的很多城市都有一个传统的习俗 叫做送行的饺子 迎客的面 饺子因为希望和即将远行的人早日团聚 面条则是向刚刚到来的客人表达情深异常之意 2013年8月24日 家住通辽市克尔沁区的张老太 整个一下午都在张罗着摘菜 剁馅 火面 因为家中有人要出远门 为了这顿送行的饺子 张老太忙得不亦乐乎 同样是离别 正在放暑假的17岁女孩小雨 这天早上舒舒服服睡到自然醒 吃完早饭后 小雨和爷爷奶奶简单的道了声别 便独自朝着村东头 自己家的方向走去 可是 全家人怎么也想不到 一次极为平常的分别 竟然会成为永别 8月26日 天空像往常一样晴朗 但是 对于克尔沁区的老刘家来说 却如乌云盖顶 两天了 家中的孙女小雨突然莫名失踪 全家人找遍了小雨有可能去的每一个地方 却毫无音讯 而今天一早 终于有人知道小雨的下落 但是传回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误号 警方接到报案是当天上午10点30分 报案人在本村的玉米地内发现了自家孩子17岁的女孩小雨的尸体 剩下的玉米已经长到两米多高 成片的玉米杆连接在一起 形成了一片壮观的青纱障 风华正茂的小雨痛苦地躺在那里 仿佛一肚子的委屈在挡带诉说 死者是女性 上身比较完整 传来完整 但是下身 坐这个褲子被脱了下来 从狠地人看 从状态人看 应该是被死者 死者的身上又多出明显的刀伤 在他身边 凶手匆忙见一落的凶器格外显眼 不远处 手机 耳机 太阳镜的物品散落了一地 而从大量的血迹不能弹出 这里就是行凶的第一现场 但是 勘察工作刚一开始 技术人员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非常复杂 为啥呢 这个当时这个包米已经长到人 过人头了 就两米左右那么高 现场在这个路边望 那个现场 近期有七十户左右 大约三四四米那么多 那么远 所以说呢 这个需要找出痕迹物证 必须得很详细的去看场 技术人员认证观察着 死者周边的点滴痕迹 从这片被破坏的区域可以看出 小雨在被强行拖拽进玉米地后 有过奋力的反抗 但是 田间两排平行 偶尔交错的足迹能够看出 对方是一个身体素质好 控制能力强的成年男性 面对他的挟持 小雨的身体几乎动弹不得 这里是小雨往返于自己家和爷爷家的必经这里 据家人说 小雨是两天前的武汉后 途径这里回家的 那个时间段 这条路时常会有人经过 嫌疑人的胆大妄为 令人发指 对从现场出屋 勘察可以发现 嫌疑人走得很匆忙 现场留下一个清晰的足迹 就是在现场的西南方向 那个逃跑的足迹 可是 警方顺着足迹进行追踪时 发现 还没有走完就可以遇离地 足迹就消失 看来 嫌疑人很可能拥有一个交通公寓 但是 地面上错综复杂的文路 使得技术人员 无法确定具体的车型 不过 可以确定的是 足迹消失之处 应该就是嫌疑人 听放交通工具的地方 勘察工作 整整进行了六个多小时 技术人员 唯恐在农田间 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但是 除了凶手留下的凶器和足迹外 警方并没有 有什么太大的收获 唯一让大家感到有点不紧的事 在嫌疑人足迹消失之处的草丛中 有一个新鲜的丝瓜 跌落在此 侦察员通过对四周的观察发现 现场附近只有玉米地 和这片并不冒陌的小树林 根本不敞丝瓜 那么 这个新鲜的丝瓜 是谁路过不小心吊着的 还是和本岸有什么联系 因为在发现丝瓜的这么个地 这个这个点 在这丝瓜点 这个也就是路边 这不是在案发现场的对面的路边 那么在案发现场 它正对的案发现场 案发现场的这个玉米地头 就开始有脱拽的痕迹了 尽管有着各种推测 但是谁也无法将现场的点滴发现串联起来 于是带着一个又一个的疑问 民警们回到了警局 大家知道 当务之急就是对尸体 以及现场提取的证据进行检验 因为很多答案一定藏意在这其中 凌乱武装的现场 让人难以捉摸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是一种性侵害 造成的杀人 这些证明案 奇怪的私广 匆忙的足迹 凶手留下一道道难解的谜题 他能够的方位 刺的方位非常准确 他的手法和刺的部 具备一种专业的事 空旷的玉米地 半封闭的村庄 警方又侦查实验 细致推强 他受害人从哪里增加出来 到他受害点 这个距离 在这个测证的时间方面 有什么人能跟他接触 最后一顿抢分 天堡栏目正在播出 2013年8月26日 在通料市克尔沁区 17岁的女高中生小雨 被人残忍杀害在一片玉米地内 勘察中 警方发现 嫌疑人的作案动机 是对小雨进行性侵害 尽管案件定性较为明朗 但是现场的特殊 证据的凌乱 警方一时还没能梳理出头绪 案件分析会上 侦查员们各输己见 但是对于案件性质 大家都有着清晰且一致的推断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是一种性侵害 造成的杀人 这些命案 那么这个现场环境呢 应该是一个在比较空旷的 这个农田里头 那么凶手是谁 现场遗留的凶器和足迹 还有那个掉在路边的丝瓜 这一切能否为这道谜题 破解迷津呢 物证室内 技术人员正在对现场提取到的 这名男子的足迹进行分析 根据此人走路的着力点来看 应该是一名轻壮年男性 年龄在20到35岁之间 身体较为强壮 经过对鞋底花纹的分析 警方确认 作案时 嫌疑人穿的是一双胶底布袭 这个答案让大家感到了些许的无奈 在农村 在这个咱们的咱们地区这个农村呢 具备这种鞋的 很正常 每家都有 每个家庭都有这种 因为这种鞋穿舒服 下地干活回上得劲 看来 这个在农村遍地都市的 焦地布鞋的足迹 能够起到的作用并不大 而此时 尸检部门发现 凶手并未在死者体内留下分泌物 但是死者身上的刀伤 却让人感到有点奇怪 在对被害人下手的过程中 他那个切改的方位 刺的方位非常准确 刀啊 当时这个咱们从尸检过程中 就是被害人的尸检过程中 发现他这个刀应该是水管刀 就这之类的 就印部宽两公分左右 那么他的手法和吃的部位 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 什么样的人会具有这样的专业知识 现场的指纹 足迹 丝瓜 还有死者身上的刀伤 这么多线索 拓重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调查该从哪下手 当时我们把他们家的社会关系 也排查一下 就是他们家也没与谁 那个在邻居之间 没有什么隔阂 也不存在结怨 这一个小孩 他也不存在就是有什么仇人 这一点都否了 否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工作重点 还是放这个村上 这个村庄的位置十分特别 村口挨着303国道 整个村庄基本是封闭式级 所以村里的人进出夏天劳动 或者去隔壁村庄 都会走案发现场的这条小路 因为这条路在村子深处 外人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 所以走这条路的只有这里的居民 而受害人小雨的家和爷爷家 正好分布在这条路的南北两头 当天 他们俩人家记得 这个孩子背着双肩背包 戴着墨镜离开的时候 就是回他家 他说跟他家人说 说我回家 案发当天上午十点钟左右 小雨便踏上了这条死亡之路 当他沿着这条小路 走到一半的时候 遇到了自己生命中最后一个人 所有的一切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尽管这个时间段 这条路上也会有人经过 但是两米高的玉米壁成为了犯罪嫌疑人最好的掩体 眼看着前方几百米就到家了 可怜的小雨却再也没能回去 那么小雨在这条路上究竟遇到了水 应该是相对封闭的 不应该是流川 应该排除这些东西 大家分析过程中 因为这个村离工作 也在一两公里左右 那么我们围绕这个东西 应该定性为对环境熟悉 怎样才能找到这个人 警方首先对案发后消失的人群进行了一番调查 发现附近专场的一个打工者 在案发后意外消失 更重要的是 此人曾经因性侵害复兴多年 如今却不知去向 另外 村里一个老太太告诉警方 租住自家房子的一对年轻夫妇 在案发后第二天也离开这里 据说是去外地打工了 那么这两条线索 哪个会与本案有关呢 他的部署长现在确定不了 到时候我需要三主人 用不同的部署来走这一段 然后我这边掐时间 为了尽快缩小调查范围 侦察员们通过侦察实验 按照不同的速度 从小调爷爷家向案发现场走去 以此推算出小调到达现场的准确时间 他受害人从哪天家出来 到他受害点 这个距离 在这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内 有什么人能跟他接触上 当时在地头里干活呢 包括路过这个乡间土路的 在旁边附近的一些打工人员 说他都要找到 什么人能跟他有所接触 经过反复测算 警方确定 小雨应该是当天上午 10点25分左右 到达遇害地点的 那么警方要查的是 村里以及周边的男性 这个时间段 谁在附近出现过 时空定位 人群中谁曾出现的现场 调查的一个人 你要说清楚 你当时要在哪 你在做什么 谁能证明你在做什么 机制筛查 建筑为何时已实现 如果是犯罪监人 不可能说我在途中 可能要找各种借口 我去尝尝 一个开在路边的 农家乐饭店 一个在专场打工的 前科人员 究竟谁是那个 隐藏在暗处的他 曾经跟他说 说这个大爷 我准备要走 上外地去打工 明天请清理吃顿饭 咱们包顿饺子 最后一顿饺子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为了寻找杀害小语的凶手 警方通过侦察实验 在小语遇害的这条 江间小路上 进行不同速度的行走 最后确定 小语是在案发当天上午 10点25分左右 到达现场的 侦察员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查找附近的男性 谁在这个时间段 来过这片玉米地 非常难的一个过程 如果是范瑞嫌疑人 他不可能说我在途径那 他可能要找各种借口去 唐色或者是这个 掩盖他的一些 他的这个终结 每个人要说清楚 当这个咱们会调查一个 调查队名的人 调查的一个人 你要说清楚 你当时都在哪 你在做什么 谁能证明你在做什么 然而 经过几轮的查找 警方发现 这个村庄 80至35岁的男性 大都在外打工 案发时间段 村子里剩下的 几乎都是老弱妇容 所以 即使部分人 能够进入深一层的调查 结果却都不尽人意 而对案发后消失的 那个打工程的调查 很快也有消息 最终呢 经过这个一周左右的时间 将这个人找到 在咱们辽宁省 找到这个人 最终把这个人 派出了 不具备作案时间 而那对消失的年轻夫妇 虽然还没有找到他们的音讯 但是据房东说 两口子在附近的农家乐饭店打工 难得是那里的厨师 他们之间相处得非常好 案发前一周左右 小两口就已经计划离开 临走前一天 还请他一起吃了顿饭 这位房东回忆 这名厨师 曾经跟他说 大一 我准备要走了 上外地去打工 批这儿要挣的 工资薪水要高一些 明天我请你吃顿饭 咱们包顿饺 为了核实这一情况 警方来到了这家农家乐饭店进行调查 在这里 老板也向警方证实了这一切 在农家乐结束工作时 还不到中午11点 侦察员发现 这家开在山村之中的农家乐饭厅 就已经陆续有客人来了 看来生意还真不错 农家乐在附近地带还比较有名气 在这来吃饭的人也比较多 有部分是固定客人 有部分是慕名而来的 在上农家乐吃饭有个什么呢 都是提前来 到农家乐搞点采摘一下 或者什么呢 就是12点钟吃饭 他一般都是11点就来了 就是11点半吃饭 有时候4点半就到了 的确除了田园美食 这里的采摘和锤吊 的确十分吸引 在城市的喧嚣中生活太久的人 侦察员并没有兴致再次多坐停留 但是当路过农家乐后院时 却看到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一片丝瓜地 因为咱们案发现场发现了一个丝瓜 当时这个村屯的种植丝瓜的户子 不是很多 根据现场就说咱们把所有的种植丝瓜的户里 咱们都一一的做一个详细的了解 警方首先排除了这几个丝瓜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个农家乐的后院居然中有丝瓜 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那个跌落在现场的丝瓜 它们会是相关联的吗 十点半这个时间 正好是受害人小雨到达案发现场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来农家乐吃饭的客人 在外闲逛时遇到了刚好路过的小雨 于是心生歹意将女孩拖进玉米地 驶报后将其杀害 这样的推断极有可能成立 但是在这样一家农家乐饭店 有的人先来 有的人后到 有的人采摘 有的人闲逛 哪桌是提前预约的 哪个客人是提前先走的 所有的细节都需要一一核实 困难可想而知 警方找到饭店的工作人员 开始帮忙回忆 案发当天每一座客人在用餐前后的行踪 并逐一找到这些客人进行核实 却并没有任何收获 随着时间的推移 调查工作的范围开始越来越大 村里几乎所有的男性 还有往来农家乐的客人 附近专场干活的工人 以及周边放牧的阳光 包括案发时间段各家来的客人 为了不错过任何一条线索 警方对嫌疑程度较大者 都逐一进行了指纹和足迹的提取比对 但是依然毫无进展 光天化日下的一起恶性杀人案件 凶手就划定在这个半封闭型的村庄里 为什么调查范围在缩小 而线索却离我们越来越远 是侦查的思路出了问题 还是警方遗漏了什么 走家串户 警方调整侦查思路 他俩中人吃 我说媳妇站在下边坐在下边看电视 被俩闹着磕 你对这事怎么看呢 他下边来就 哎呀 这个事你啥呀 那个我们这个村啊 谁谁谁 是不是这是他干的 闲谈之中 一个重要的线索 输出水灭 那个时候他进来的时候啊 我没仔细瞅不着 他还到厨房转了一圈 跟我打了一个招呼 因为我正在那块那个洗餐 避落在路边的司馆 最后一顿离别的饺子 案件真相豁然明朗 他从家里洗摸车走的路线 正是咱们这条乡间的走 他走了去许诗瓜 许诗瓜的时候 快到人家的 他已经发现了 他当时就瞅了一点 说人 这个小姑娘 这个非常漂亮 最后一顿饺子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3年8月26日 在通辽市科尔庆区 17岁的女高中生小雨 被人残忍杀害在一片玉米地内 勘察中警方发现 凶手是一个20至35岁的男性 作案时穿着一双胶底布鞋 而且拥有一辆交通工具 警方在围绕附近的村庄 以及农家乐进行调查时 始终找不到有价值的线索 于是侦察员们决定 调整方法 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 我们正常就是到商店买肉 拎着肉 到老百姓家 赶着会儿坐 一起吃饭 吃饭的时候喝 在桌上的时候 农村上吃饭的时候 招待的时候 只有男人才能坐着跟客人喝酒 家属是 媳妇是不允许上桌的 孩子都不上桌 他俩中人吃 媳妇站在下边 坐在下边 看电视 这俩人唠这颗案的是 你对这事怎么看 他下边来 这个事你啥 我们这个村 谁 是不是这啥干的 两个人不能瞎说 我还说没事 我们这也就是啥 咱们就是唠家常 我们你这样事才能把这启发给唠 给我们提了很多东西 后来也上了很多线索 我们为什么线索都排了呢 都是这么唠上的线索 侦察员就这样 走家串户的找人聊天 这天八晚 当他们再次进入村庄后 却听到了这样的对话 因为那个村子 连你两边都栽了果树 老百姓晚上在果树下边唠车 你家什么什么事 你们家吃什么饭 我们家吃什么饭 你家工业怎么样 他家孩子怎么样 唠这些磕 我们侦察员就把这听 听到当时就有人说了 哎呀 那天我看见他们 那个饭店 那个打工那个人 那个厨师 从村里边骑摩托车了 上那个商店买东西了 侦察员连忙追问 那天是指什么时候 村民大道 就是案发当天的上午十点多钟 又是农家乐饭店 又是那个厨师 侦察员立即再次回到了农家乐饭店 店员们对于警方关于厨师的询问 感到有些不紧 但是交谈中 服务员 汇想起来了一件事 当时服务员据反应 案发当天 这名厨师曾经到过饭店 不知道取了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厨师在这饭店干了很长时间 老板呢 服务员呢 跟他都非常熟悉 所以说对他进入院里 进入饭店里来取东西 不是很注意 不知道他取了什么东西 我们问那个人 那个人说他进的时候 我没仔细瞅他 他还到厨房转了一圈 跟我打了一个招呼 因为我挣转那块洗餐 洗餐的时候 他进了我说 你还没走呢 他说我没走呢 我那个想包点饺子 弄点菜 一句话突然惊醒了侦察员 他们立即来到厨师的房东张老太太家 进屋后便问道 那对小两口离开前 跟你一起包的是什么馅的饺子 老太太想都没想 立即答道 思过馅了 侦察员的心此刻豁然开朗 但又追问了一日 这个厨师有没有摩托车之类的交通工具 他说他没有摩托车 但是啥呢 我家有摩托车 那个摩托车就在院里放了 随便谁都可以骑 钥匙也不拔 侦察员知道 一切已经明了 但是目前还不能盖棺定论 通料警方立即驱车 干嘛黑龙江省加个打起事 寻找已经开始在一家新的餐厅打工的厨师 离魔 离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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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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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房东老太太吃了最后一顿饺子 这就是嫌疑人李某的整个犯罪过程 警方随后对李某的指纹和足迹进行了提取 确认他们与现场的痕迹完全相符 在整起案件的侦破中 科尔钦警方完全凭借最传统的破案方式 推敲细节深入百姓 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 终于将真相大败于天下 必须要刻的 我们带着非常激愤的感觉 整个专业成员都非常有责任心的 连续分战了一个多月 我们在村里住 跟老百姓交朋友 从老百姓上能说出真话 这是得益的 这是得益于我们侦破工作 这样我们逐渐 不够实施抽检 把真相还原出来 把嫌疑人呢 把嫌疑人呢 让 这个 暴露出 案件至此 终于尘埃落地 惨缺人寰的 犯罪嫌疑人 必将得到 法律的延长 希望事者安息 希望悲剧永不再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